今天的会议是由台北女士专校长孙佩德主持 参加的人员有全是各国民小学校长、教育部、教育局的主管以及专家学者三百多人 女教育家高子在大会上曾经指出 当前世界各国对儿童教育的关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这固然是从事国民教育的人员的光荣 可是也加重了大家的责任 所以大家要加倍努力来负起教育儿童的使命 这个会议除了交换对国民教育的经验之外 并且要分成五个组 研讨怎么样在国民小学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跟实践国民生活区域 以及怎样加强科学教育等五大中心议题 并且听取专题演讲和专题报告